我們在這邊來介紹偏導數 partial derivative 在介紹偏導數之前的話呢 我要先介紹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的話呢 這個的話呢 我們念 partial 它是取代我們原來 單變數的情況之下的低 那麼什麼時候會產生這個partial的問題呢 是只要是變數超過了兩個以上 那麼我們的話呢 在微分的過程之中 我們要以其中一個為變數 那麼微分就勢必會有偏導數的存在了 那我們來看這個定義 我們的話呢 來回顧一下 我們以前在單變數的時候 單變數的微分的定義就是一個極限 那麼現在的話呢 我們來看 這個地方的話呢 partial f partial x 在x0 y0這一點的偏微分 那它是怎麼算的呢 現在重點是在這邊 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變數是x 變數是x的話呢 那x是一個變動的 那麼y呢 y就是固定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y它是一個fixed固定的 它的話呢 是我們不動 我們把y當作是一個常數來做 那麼現在的話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變量在這邊 x是在變動 data x 放在分母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x0 y0 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怎麼樣 fx就是變成了一個固定的 我們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們固定 把x固定起來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就是我們的話呢 偏導數的定義 那麼我們現在來介紹 偏導數的幾何意義 現在我們先討論的是partial f partial x 這什麼意思呢 這是意思就是視y為常數 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圖 這個黃色的這個曲面 這個的話呢 我們叫它z等於f of xy 這是一個曲面 那我們的話呢 為了簡便 讓同學就化成這種形式 那麼現在的話呢 我們來討論的是什麼呢 以x為變數對這個z來偏微 那麼就是說視y為常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是y軸 那這個就是y0 y0假設的話呢 是y是固定在一個數字上面 就相當於就是一個平面切過來 那麼我們這個曲面的話來說的話呢 就會變成什麼地方呢 就會變成了一條曲線了 那麼這個點 我們的坐標的話呢 我們的話呢對應下來就是x0 y0 那麼我們這條切線的斜率就是所謂的partial f partial x 然後在哪一點呢 在x0 y0 這一點的切線的斜率 那麼各位同學要了解 這個的話呢 一樣是切線的斜率 不過是在這個方向 我們從這邊看過去 那這邊的方向的一個切線的斜率 同樣的情況的話呢 同樣的情況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看 坐標 在這個點上面的切線斜率 那就是partial f 那麼我們來做的是partial f partial x 那各位同學要怎麼做呢 來我們的話呢 這邊來看 這個變數是x 就相當於對x來為分 這個地方我們的要點是在哪裡 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這邊的話呢 這個這是最重要的 解題的過程之中的話來說的話呢 我們只要把y當做一個數字 我們解題就很簡單了 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的話呢 對x來為分 3 2得6 這個很簡單 這就是6x的2次方 好 好 再來 這個怎麼辦 這個以x為變數 對它來為分 那各位同學要知道 xy這兩個是個獨立變數 我們要把y當做數字 數字的為分 同學都知道是0 好 我們再看下去 這邊的話呢 這是數字 這是數字 x平方 那為分怎麼寫呢 這邊就寫 加上 2 3得6 6xy 再過來 4x的為分是 4 再過來呢 同學要知道哦 這個地方的話呢 y是數字哦 數字乘數字 它還是數字 數字的為分 0 所以這邊不要寫了 6 數字的為分都是0 所以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答案就是這個 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這是以y為變數 對f來偏為 那這個地方 我們的要點 是在哪裡呢 我們的要點是 視x為常數 我們要把x當作常數來做 題目就簡單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數字乘上x 就都是數字 數字來為分都是0 第一個 3y的2次方 再過來呢 這邊 這整個來說的話呢 是一個 我們要視它為數字 所以直接照抄 這邊y的話呢 就不見了 加上3x的2次方 這邊x4x不見了 這邊是加5 這個就是我們的話呢 對於偏導數的計算的一個技巧